OK 你今天音樂又來了 是不是還要再跳 現在就音樂都動不掉 很自然而然就跳起來 老婆說我們中間了啦 我們很曼妙啊 今天我們是搭配我們的衣服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今天叫做蘭魚妖姬 我叫做麻辣義大利麵 你這是紅麵線啊 對啊 麵線放很多辣椒醬 OK 我是一隻魚 你是紅麵線 好 OK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今天辣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這個辣油 可以怎麼樣延伸料理 我們可以做冷的蔬菜湯 冷的蔬菜湯有兩種做法 一個是做醬沾來吃 一個是咬咬來變濃湯 我們先做沾來吃的 我們放一匙的義大利的辣油 然後還有鮮奶油 好 我們兩個剛才太High了 都忘記拿著今天這個圓排要講一下 其實重點是 不是跳完就沒事了 對啊 我們要讓觀眾朋友 過去你不敢嘗辣的朋友對不對 你不敢嘗辣的朋友 你就可以試試看 要嘗試看看 我們今天做的其實 在台灣人的眼光裡面 還是不夠辣的 所以你還是可以試試看 好 來 我們看一下喔 現在已經把這個鮮奶油放下去了 對 我們把鮮奶油放進去 然後把那個辣油也放進去 然後熬到它稍微發 就是有泡泡 表示說它已經熟了 融合了 對 有到100度了 就可以給它關起來 這個沾沙拉很讚喔 對 你就是沾蔬菜 那很多人如果不習慣這樣子吃的話 我還有一個另外一個方式 是 是 你先把這個做起來 看起來就很讚 你這時候是不是又想沾看看是不是 對啊 可是那個小黃瓜跟紅蘿蔔 離我那麼遠 來 放一支給你 要麻煩你了 看一下 你邊吃邊看我做 再來 他這樣好可愛 再來 另外一種濃湯就是 你如果真的要用沾的 這是用沾的 對 那你如果還是想要用喝的 你就是把這些蔬菜 倒進去那個果汁機 美香嗎 美香嗎 因為我已經放了奶油下去了 所以它變得有奶香味 然後那個辣就降低了 我告訴媽媽們 這一道小孩子會很愛喔 因為小孩子有時候不吃辣的 媽媽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 讓他多吃一點蔬菜 那下一道呢 小孩又也會很愛 因為小孩又會更愛 因為他看不到蔬菜在裡面 看不到蔬菜 麻煩很強喔 這台有強喔 配合你 好 如果說小孩 小孩不是小菜 小孩會抗拒看到一根一根的蔬菜 對 你就是把蔬菜整個咬咬咬 然後倒回來鍋子裡面 有點變成像那個 就是濃湯的感覺 對 變濃湯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辣油 加進來一小匙 一匙 其實這個辣油啊 應該最主要它就是多了一個 湯頭的一個風味 就是橄欖的香氣 橄欖的香氣 然後我們再把鮮奶油倒進來 去熬成濃湯 這個香辣好好吃喔 對 它的夾肉開始做 真的非常香 然後那個洋品你只覺得它好吃 可是你知道其實這個是有一個 營養的道理喔 橄欖油它可以促進 茄紅素還有葉綠素 葉黃素的吸收多30% 對 意思就是說 我們吃這個小黃瓜 是要吸收它的葉綠素跟葉黃素 是 你這樣吃 怕沾了橄欖油吃 沾了橄欖油會讓你的身體 多吸收30% 哇 所以你看橄欖油 真是大工程啊 對不對 對 好 所以今天的這個延伸料理 還有包括我們今天的每一道 辣一下的這些 Super Super的一個這個 這個料理的食譜呢 我們都會放在 元氣加油站的部落格 是 好 很快耶 對啊 所以就是說如果小孩子不喜歡看到 有一根一根的蔬菜 你就把它打成濃湯 這樣子喝 那這個湯呢 有兩種喝法 一個是熱熱的喝 一個是冰在冰箱變冷湯 冷湯也能喝嗎 對 在西班牙最有名的就是這種蔬菜濃湯 它就是放了很多辣椒 然後放番茄 然後有時候它為了要有飽足感 它會放麵包丁 下去打一打變這樣子 然後冰在冰箱 所以喝冷的 他們國外的人也能夠接受 對 台灣人真的很少喝 那你今天做了這一個 熱的時候喝一喝 剩的放在冰箱 隔天你喝喝看什麼叫做冷的濃湯 哇 水喔 好 趕快來喝一口 好 我跟你講其實夏天要流汗 你有沒有看到一些運動員 像那個香噗選手 你說在戶外曬太陽那個不要講 在戶內的運動員 他們皮膚特別好 因為他有流汗 所以他的毛細孔就很細 皮膚就很亮 所以還是要流汗 要當美女 要當辣妹有沒有 不要怕說流汗 很多女孩子很討厭流汗的 這樣不行 你如果頒暖運動 你就吃辣 或者是在家裡不要吹太多冷氣 給你流個汗 讓你的一些毒素排出來 身體才會好 皮膚才會漂亮 好 給那裡呢 我們真的是辣到最高點 然後不管在主題上 或者是在我們兩個 有沒有犧牲這麼大 就是希望吸住他的眼睛 現在吸住大家的眼睛 對不對 回去也要怎樣 做做看 自己做做看 對 你一定要試試看 不然你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會覺得噢噢叫 趕緊試試看才知道 好 尤其真的這樣子的一個 這個辣油 只要你自己會做 對不對 你就可以變成一個 很好交朋友的一頂 音樂又來了 你又來了 是不是說要叫我們再跳一下 啊舞啊舞 再見 拜拜 好累喔 下個節目要做菜要跳舞